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看到我桌上有一堆鍵盤的零件 今天來做甚麼呢?就是來組裝一個機械軸的鍵盤 這是甚麼機械軸鍵盤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桌上很小 跟我一般鍵盤的尺寸不同 這就是一個61K的鍵盤 即是甚麼呢?就是一部分 即是功能鍵盤 旁邊的鍵盤 即是比一隻TKL的鍵盤 這個鍵盤選擇的軸成就是海華紅軸 海華的這間公司玩過機械軸一定不陌生 非常出名的一個牌子 叫大廠商 是一個中國的公司 有些燈的 燈我還在考慮裝不裝 這個是衛星軸 下面是PCB 可能大家沒有玩過鍵盤 應該不太知道這些是甚麼 如果大家對鍵盤有興趣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這段影片就不太多解釋了 還有一些工具 一條鍵盤 這些是提外話的 不太有關係的 先做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插了一個平衡桿 平衡桿 神經病 這個叫衛星軸 衛星軸上面的叫平衡桿 這裡 大家會看到 不知道是衛星軸 還有一個紫色的Keycap 然後這裡就是一堆軸 我們先拿一塊 放出來 這裡有一些燈 很便宜的燈 十幾元 六幾粒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這塊就叫做 GX60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Amazon Ebay 但我在淘寶買 Case怎麼打開呢 其實它有工具 因為我一早拆了 所以我放在這裡 有一個六角螺絲的批 不知道是什麼 那這是什麼Case 其實有些大家在上網看 是有些更簡單的Case 我選了一個 自定化的 一個殼 這個是反而貴一點 其實只是用一些很普通的 阿加力膠做 邊緣也打磨得不太平滑 好了 這樣都拆光了 其實不太難拆光 通常扭幾顆螺絲 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應該全部都避免了 這裡有一塊板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很薄 很容易 是可以摺它 摺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留意 K70的 那個 唐 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打動 這個鍵盤 所以它也不會滑下來 這個就是那條邊緣 為什麼它拿來 其實不用拿來 因為我想拆了保護貼 大家看到保護貼是藍色 但我想整個殼是透明 所以會撕掉它 可能大家會覺得藍色會比較漂亮 反而有些人會不想剝貼 但我不是這樣認為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藍色的人 大家看到這塊是 如果DT做的阿雞膠就知道 其實是很普通 沒什麼好說的 這塊阿雞膠 其實我整個透明是好看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底包放進去 其實之後 就不是這樣套 我們還要燒一些石 我們要先做一個平衡光 什麼平衡光 經常說平衡光 是衛星軸 我們專業點說衛星軸 對,這樣裝完了 對,這樣裝完了 大家看到 這些就是衛星軸 十字型的 這些是大陸製的國產 如果大家想漂亮些 可能買Cherry廠那些 不過當然會貴些 好厲害了 基本上試過平衡桿除了Spacebar的位置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下一步就是小石 我們在這個地方再見 vagy小石 離開 買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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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